北京时间5月12日,中朝第十轮的比赛继续进行,在下午进行的异常焦点大战中,上岗一到一余副班长贵州横峰占平,遭遇四轮不胜,而贵州横峰终于止住廖连败步伐,并且取得廖本赛季的主场第一分,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较量,天津派达克长1比0绝沙,长春亚太,阿喜努彭建功,晚上进行的三场比赛,上海深花主场2-1重庆思威, 挂临任意球破门,山东鲁能一到一天金钱剑,怕脱手开记录,佩莱普什压少进球班平比分,恒大二到二华夏幸福,高拉特没开二度,拉维奇破门,至此,本轮的八场比赛已占罢六场,巧合的是,排名前四的球队无疑胜机,榜首之争虽然激烈,但犹如有毒一般,接支球队竞相牵让,其中,鲁能已经连续两轮挫施登顶梁基,贵州横峰一一上海上岗两队接近 情况不佳,但轮之前,主队遭遇五连败,并且排名垫底,而上岗两连败之后,此前所建立的积分优势已经所胜无击,尽管两队的实力相差悬殊 但是比赛开始后,主场作战的贵州横峰打得毫不保守,第十四分钟,苏亚雷斯取得进球,上岗0比1落后,不过仅仅十几分钟之后,吴磊急搬平比分,此后比赛陷入交注局面,下半场贵州横峰原本有杀死比赛的机会,但可惜的是斯蒂夫罚出的点球,被延俊林扑出, 范云龙近在咫尺的捕射,又被延俊林化解,最终90分钟战罢,两队一到一握手延和,双方各拿一分,长春亚太领导一天津泰达亚太平,借助,此前的一波三连胜逃离降级区,不过上轮客场不敌苏宁,连胜被终结,而泰达上轮五杠一大胜横峰,阿奇姆桃延续取得进球,状态爆棚,比赛开始后场面稍显沉闷,双方虽然都创造出妙一些机会,但均于进球无缘, 眼看比赛即将以0比0收成之际,第八十分钟,马提将助攻阿奇姆桃完成破门,泰达一零送面泰两连败,而泰达和拿到了本赛季的首个课程胜利,北京国安二到二广州复立两队本赛季军,呈现出攻强手弱之势,进攻端的表现虽有可宣可点之处,但防守端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,比赛开始后,两队没有经过任何试探即展开对攻的架势,第七分钟,巴坎布首开记录, 国安取得领先,不过随后扎哈维,上下半场连入两球,复立反超比分,中场前巴坎布进球,国安单平比分,最终两队二到二占平,双方各拿一分,国安连续九轮不败,上海深花二到一重庆思维两队近期军商兵满营,深花这边拿丁斯,曹斌并等依然无法出战, 而思维这边也损失了小莫托,费尔南多,比赛开始后两队踢得波澜不惊,上半场双方零比零互交白卷,下半场两队皆加强进攻,刮林刃一球首开记录,深花一比零领先,随后丁杰五百物壮大进一球,思维搬行比分,不过很快深花这边由高迪再入一球,深花再度取得领先, 重庆对常无信两防变一红被罚下场,之后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,深花主场二到一许胜,广州恒大二到二和北华夏幸福,比赛开始后恒大率先打破僵局,第17分中高拉特进球,助恒大取得领先,不过华夏幸福随后由拉维奇和埃尔南内次连,入两球将比分反超,下半场高拉特再入一球将比分扳平,最终两队二到二打平,天津全剑一比一山东鲁, 能由于上岗本轮遇阻,鲁能继续上轮无缘,登顶之后,本轮再度迎来登顶良机,比赛开始后两队均打得非常谨慎,上半场双方0比0握手言和,下半场怕拖进球,助前进取得领先,不时间断退来压绍进球,鲁能掰平比分,最终两队一到一握手言和,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